加拿大统计局说,加拿大8月份的年通货膨胀率为0.1% 与7月份的通胀率数字一样 这意味着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,总体价格上涨了0.1% 统计局星期三9月16号公布的数字显示 主要是汽油和飞机票价格的大跌拉低了整体通胀率 如果不算汽油的话,8月的年通货膨胀率是0.6% 2020年8月与2019年8月相比 汽油价格下跌了11.1% 低于了7月的降幅 飞机票价格平均下降了16% 加拿大统计局说,在疫情期间,航空旅行的需求大大下降 现在许多航空公司都在提供机票和折扣 以吸引顾客重新开始旅行 虽然汽油和飞机票便宜了 但其他许多领域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则在上升 其中涨幅较大的包括个人护理产品和服务 美发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7.2% 统计局表示,美发行业为了防止COVID-19传播而采取了大量安全措施 导致成本增加,因此价格上涨 与此同时,由于黄金价格暴涨 加拿大的珠宝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6.8% 全国各地的通胀率存在很大差异 五个省份的通货膨胀率为正数 五个省份为负数 目前的通胀率水平远远低于加拿大央行设置的通胀率目标范围2% 在通货膨胀率偏低时,央行倾向于降低基准利率 以刺激人们和企业贷款进行投资 若通胀率快速上升 央行则会提高基准利率给经济降温 今年早些时候,为了应对突然爆发的COVID-19疫情 加拿大央行几次大幅下调了基准利率 目前的基准利率为0.25% 多伦多道明银行TD的经济学家詹姆斯·马普尔表示 在通货膨胀率很低的情况下 加拿大央行不会改变目前的低利率政策 预计央行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利率保持在低位 以支持更强劲的经济复苏 与詹姆斯·马普尔一样 很多专家认为 加拿大央行将把目前的基准利率0.25% 维持到2022年末甚至到2023年 直到通货膨胀率回到央行的2%的目标为止 雷瓶和加拿大央行的 请问一下 再来